好同学好 这段影片呢 我是要做个简单的说明 在 以后往后的各个 各段 各个单元影片中呢 会 不时偶尔会出现一些 一个 Excel或者是 那个电脑软体的辅助 说明 那 这个 我要讲 我要在这里要 说明一下我使用的 这些的 功用呢 并不是 只是说要能够 方便 讲解一些 不容易用文字或口语 表达的 观念 还有就是要主要是要是让同学呢 能够了解那个 要怎么样进行 笔记 才能够 好才能够那个把一个 把一个 把一个单元的重点给 正确的给 记录下来 变成你自己 的 知识 那 我用 Excel 都是 其实 大多数呢 都会是 作为 展示用的 就是 我会直接 抓一个 Excel 制程的 表 或是图来跟各位说明说 某一个 範例 像是 这样的一个 例子 就是说明说 要怎么在 对应的那个 讲义的位置 上面的进行那个 习题的练习 或者是 是 是 那个 请各位 就是说把 上面的那个 Excel上面的那个 资料呢 做一个 那个 验算 那 很少 是 会 需要说要 各位同学 是 那个 去输入 Excel 的东西 除非说 是 像 像是 有一些需要 互动的那个 状况 我才会 请同 还会在 还会有示范说 那个 要怎么输入 那同学 那这些 Excel 我都会 放在那个 Moodle的 那个上面 大家可以下载 下来去 自己去操作 看看 那不过 各位不用担心 那个 会需要 用 自己完全 不会 Excel 那最多的操作就是 只要 根据我的示范说明 去把那个 某一栏位的那个 里面的数字 或者是文字呢 做些 改变就可以 例如像是 这里面你只要 输入一下 数字 你自己只要 把游 把游标给点到 那个格子里 然后输入一个数 数字就可以做改变 我最多你们 只需要 那个 做的操作 也都是这种 互 比较是属于 互动式的 那种操作 所以 那 如果说有比较 深的话 深的 示范呢 主要都会在 影片上 做 做比较详细的 解说 那我 这一系列的课程 我还会 应用的 一个 示范工具呢 是一个 是一个那个叫做 Shiny 的 那个 算是 统计软体 衍生出来的 一种 应用 工具 好那 它呢 是一个 完全 互动式的 界面 那它其实是 由 那个 这个世界上很多 很厉害的那个 统计达人 或还有城市 达人 所跟 利用那个 R 这个 统计语言呢 去写出来的一些 那个互动的 互动式的 那个App 那些App他们都是 有跟 有 那我是选择一些 对我们的课程的讲解 会有 有帮助的App 那 那个 大概是在那个中间 在进入那个几率的单 单元之后会 逐渐会出现的一个 示范的状况 那 它是怎么 那它的每一个App我都会有 附上它的王 它的王 王子 同学除了 看我示范 操作讲解之外 也可以 实际自己去 操作看看 那这样子对于你的 学习会 有比较深入的帮助 帮助 我应该是在那里面 给你 我应该是在那里面 帮助 我应该是在那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